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西第七代诺曼底 诺曼底公爵 率领军队入侵英格兰 镇压了英国人的反抗 成为英格兰国王 得名William the Conqueror 征服者威廉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法国诺曼底公爵的身份 而保留既是英国国王 又是法国公爵的身份 到了一一二五年 已经是英国王室的威廉的私女 Ampress Matilda 玛蒂尔达女王 正直联姻了法国安儒王朝的 Jeffrey the Faith of Andrew 若福卢瓦武士 而得到绰号金雀花伯爵 他们的婚姻标志着英格兰 诺曼底和安儒之间的联合和和解 女王和金雀花伯爵的儿子 继位成为了Henry the Second Commando 因为他喜欢穿着短斗篷 所以被称为短斗篷亨利 他使用了他父亲金雀花这个绰号 英国进入了The House of Plantagenes 金雀花王朝 短斗篷亨利时期 这个已经是英国的家族 统治了几乎半个法国 到了短斗篷亨利的儿子继位 成为Richard the Faith of Lionheart 以勇猛善战而有诗心王理查的称号 诗心王是天主教徒 他是教皇准许下的十字经远征中的将领 他虽然身为英格兰国王 可在位十年仅到过英国两次 一次是加冕典礼 而另一次是在被掳获释后回到英国 加起来也就几个月 异国之军长期在外 无心管理英国 导致了国内经济困难 政治不稳 埋下了衰败的种子 诗心王理查死后 法国大举进攻 夺回了威廉家族 在法国大部分的领土 包括诺曼底 1314年 五子四的法国国王 Charles IV Labelle 查理四氏 驾崩 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继承人 是他的侄子 金雀花王朝第七位英国国王 Edward III 爱德华三世但法国贵族们不同意 爱德华三世愤怒了 我的母后是法国公主 我是法国国王最近的顺位 所以我有权继承法国王位 然后行动胜于雄变 爱德华三世 亲帅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 进军法国 The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正式开打 英文 The Hundred Years War 法文 Jack the Sanson 是历史学家使用的名字 代表1337年至1453年间爆发的战争 是英法两国王室 五代君主 争夺法国王位 后来伯根地 伯根地加入了混战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断断续续进行了116年 其间还发生了大瘟疫 黑死病 这场战争 是中世纪欧洲歧视制度和精神的巅峰 涌现出了众多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如爱德华三世 黑王子 圣女贞德等等 谱写了金格铁马的史诗 绘制了中世纪炫酷的战争画卷 这场战争的天平 在Jandaki圣女贞德出现后 向法国倾斜 最终以法国取胜而终结 1346年的Battle of Classic 克雷西战役 当时的法国是西欧最大最强的国家 而英国则是小而贫穷 可英王爱德华三世 不顾一切的进军法国 法国多个城市化成废墟 愤怒的法王Philip VI Philip VI 清帅强大的提示团抵抗 爱德华三世的英军逃跑了 在法国北部的克雷西 克雷西两军相遇 其实英军在这里早已设下圈套 法军的骑兵团 因为马跑得有快有慢 所以全军拖成了长城的一行纵队 威力六十下令全军停下整队 但是在没有哭音器的中世纪 威力六十的命令 没人听到 最后骑兵队一个个进入英国长弓手的射程 战斗结束 法军死伤破万 法王负伤而逃 英军死伤不到四百 1348年到1352年 百年战争开打了十年 天将黑死病打乱了节奏 这场战争不得不暂时休战 这是一种有鼠疫引起的传染病 迅猛传遍欧洲 直到十年后的1355年 瘟疫结束 法王费力六世已撒手人寰 而撑过瘟疫的人 又想打仗了 英王爱德华三世和法王费力六世 这对对手一个老了 一个死了 爱德华三世的儿子 Edward the Black Prince 黑王子爱德华 接替了父亲率领的英军 而法军由John the Second the Good 约翰二世好人约翰率领 黑王子爱德华 据说因穿着黑色盔甲 而且性格非常冷酷 所以得了这个绰号 并不是因为肤色 而好人约翰因宅心仁厚而得名 这是1356年的Battle of Poitier 普瓦节战役 黑王子率领英军在法国登陆 法王好人约翰 亲率强大的骑士团 从巴黎出发 誓言消灭黑王子 为法国百姓除害 黑王子模仿了他的父亲 洋装逃跑 把好人约翰率领的骑士团 引到了设计好圈套的普瓦节丘陵地 其实好人约翰并不是不语有诈 他研究过十年前父王的那场惨败 这十年来 他不断改良骑士盔甲和盾牌 现在的装备是能够抵抗弓箭的 所以好人约翰命令全军下马 以正面赢着剑语向前冲锋 可是新式盔甲的确能有效地抵挡弓箭 但是这些钢板制造的盔甲太沉重了 法军仰攻高处的英军阵地疲惫不堪 而就在这时 黑王子看准时机 出动了埋伏在战场侧面的士兵 法军很快溃不成军 好人约翰也被黑王子俘虏 好人约翰的儿子登基成为Charles V the Wise 被称为智者查理武士 他很失实物地签下了忍辱俯众的条约 割地赔款给英国 为法国争取来九年珍贵的和平 智者查理武士握心尝胆 恢复经济生产 让法国国力复苏 强化军队 然后法军发动反攻 夺回了不少师徒 这期间 英王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爱德华 相继去世 但是就在法国反攻大业顺利推进时 智者查理武士也去世了 接下来 英法两国都有昏君继位 两国都陷入内乱 一直到Henry V 亨利武士继位 他看准时机 七率大军进入仍旧一团乱的法国 1415年 亨利武士率领的英军 正在节节胜利之际 军中突然爆发传染病 亨利武士高喊 弟兄们 我们很快就能回到亲爱的英格兰了 1415年的Battle of Argincourt 阿金库尔战役 这时法王是Charles VI Leyense 封王查理六世 他派出总兵力为英军四倍的 强大重装骑士团 去追击英军 法军在阿金库尔 截住了英军的退路 历史一直在重演 这场战役 又是英国长弘手 以少胜多的击溃了 法国贵族的精锐骑兵团 法王封王被迫签下条约 亨利武士为法王继承人 英国王族数百年以来的野心 就要实现了 但是正值盛年的亨利武士死了 年老的封王也死了 法国农村少女 Ran Dachke 贞德 十三岁的一天 在村后的大树下 遇见了天使 从而得到天主的启示 他要带兵收复英国占领的法国师弟 贞德满十六岁时 去见当地的驻军指挥官 他说希望能全往王储查尔斯查理的所在地 指挥官对于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少女的梦话 嘲笑了一番 第二年的一月 贞德再次前来 在这次谈话中 他说出了一些神奇的预言 预言正在奥尔良作战的法军会再次战败 当前线真正传来法军战败的消息 指挥官没有责怪贞德是乌鸦口 而相信了贞德的预言 决定护送他去见王储 贞德在和王储的会面中 请求参与奥尔良的远征 在战事屡屡失败 法国政府已经羞愧难当 士气低落和名声败坏 王储查理在绝望下决定孤逐一致 相信这个自称受到上帝指示的农村文盲未婚少女 让他统帅国家军队 贞德的军队在1429年4月29日到达战场 美少女统帅大军这一反差激起了军队的无比斗志 对英军发起一波又一波猛烈的反攻 贞德有如神主获得了奇迹般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一次英军打听到贞德的禁军路线 在逼近吃地的路旁森林中设下了埋伏 就在贞德接近森林时 森林中的陆群突然发狂 攻击埋伏中的英军 英军被陆群撞出森林 被迎面而来的贞德军队殲灭 贞德击溃了英军的奥尔良之围 收复圣承兰斯 让法国王储Charles the Seventh 查理七世顺利登基 成为新的法王 贞德于1430年的一次小战争中 被英军同盟伯根蒂公国俘虏 并送教英军由英格兰当局控制下的 宗教裁判所受审 审判问贞德 你是否认为你受到了上帝的恩典 这就像罗马帝国总督比拉多问耶稣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这样诡辩的送命题 耶稣智慧的回答是 这是你说的 在这里 贞德也智慧的回答 求上帝赐予我恩典 最后 宗教裁判所仍旧以异端和女巫罪 判处贞德火刑 1431年5月30日 拯救了巴兰西的女英雄贞德 在她的国民面前被处刑 她护求着耶稣基督的圣名 喊到第七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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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金金石纵约170克拉 保留了大致的原始形态 最初是阿拉伯王子阿布萨伊德的财产 西班牙国王Don Petro 唐佩德罗杀死了阿布萨伊德 拿走了红宝石 1366年 唐佩德罗的兄弟叛乱 他请求英国黑王子爱德华 帮助平息叛乱 事成后 黑王子要求佩德罗以红宝石回报 至今 这颗硕大的黑王子红宝石 是英国王冠上的重要宝石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